台南市政府委呈六十指定 恩威提供希望更衡的政策 专利推动这些安全卫生 为台南市民搭着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 基睁台湾起电供心关电手 今年也得到劳动部 推行这些安全卫生的五指掌 首先我们那个新研厂的话 就是要从106年到108年 联系三年获得劳动部的评选 评选考核之后获得优良的单位奖 联系三年 之后再进入复评 再经过严选考核之后 才获得优良的推行安慰的五星奖 今年落工局参与劳动部第一次办理的 台湾政府推动中小企业 江州环境福德改善阶委 也得到邮政 全国支付务的官司得众 也显现在局长的段里下有相当优异的性格 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听到说 在资产上有发生之灾 但我们就知道 不认为你有他 要本正扭得踏实的精神 共同要落实职业安全卫生的要求 当然西藏人说 雇主的部分要提供最优质的相关的劳动条件 包括相关的职业安全卫生的设备的部分 当然一定要落实 因为我们落工朋友 自方可以提供相关很优质的这样的设备 那我们劳方要落实相关的规定 真的不分你我他 共同为台南安全的社区 新年也将来临 王局长也提早祝大家扭转乾坤 当时也感谢落工朋友和董人共同的努力 希望有更多中小企业务主 做会来照顾落工朋友 让落主关系更加和海 企业的英文也一定会更加顺利 我们设计新闻来选一家农新业拆风报道